警察执法时总是给人严肃不可亲近的感觉 不过其实他们也有可爱亲民的一面 宝大远警孙小龙喜欢搜集各种公仔玩具 突发奇想利用玩具借位的手法 拍出一张张远警对抗恐龙或是和哆啦A1一起找录的照片 让看到的民众都惊呼 原来警察跟我想的不一样 截止起在保安大队一楼展出 欢迎大家前往参观 宝大远警平常给人严肃不可亲近的感觉 但其实也有可爱亲民的一面 同样是远警的孙小龙利用玩具借位 拍出一张张创意十足的照片 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来问问他 你好因为警察一般给人家的形象就是 执法就是开单或者是取缔 给人家比较硬派的感觉 透过这种展览的方式来改善 民众对警察的那种态度 因为我喜欢一些怀旧的一些玩具 来做素材 用一些借位手法来拍摄 让作品感觉比较有趣 然后让民众也看起来 也会觉得比较亲近这样子 未在福德二路的保安大队 里头远景大多冲锋陷阵 不怕危险勇敢形象 升职人心 不过展览者孙小龙 希望拉近民众和破例式的距离 精心设计玩具角度借位 清洁逗趣幽默 就是要让大人小孩一看就懂 算是跟哆来梦一起效法 说可以帮助一些人 对 还觉得不错 而且他这样子比较有亮点 对 比较柔性一点 然后带一些挥鞋 带一些比较童趣的方式 不止一文走廊的照片超吸睛 门口200多公分的大型霹雳雄警 也让民众委屈疯狂 觉得还蛮特别 就是警察片上的就是都很严肃啊 然后也可以做出像这种 这么over的动作 然后觉得很不记形象 即使是老人家也一样 就觉得很特别 跟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个 把我们拦下来开单的 长得不太一样这样子 小小孩看到恐龙公仔 男演兴奋 拿起玩具相机拍个不停 看来这股阶位热潮 已经在保安大队开始延烧 策展人也欢迎艺术家 或素人创作者分享展出作品 让保安大队不只是警察局 也可以是艺文展览空间 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长官 他们有支持这样的一个 艺文走廊的空间 然后我们举办这一个展览 我也是想要让一般的民众来申请 比如说附近的幼稚园 他们也可以提出申请 比如说他们可以画说 我眼中的警察长什么样子 那些作品来这边展出 应该是会很有趣 不管是拿着盾牌 对抗坏人戈吉拉 或是在大太阳底下 为伤者遮阳 处理交通事故 这些是警察工作日常 却也是辛苦不为人知的一面 玩具借位增添同趣 却也不失宣导意义 来一趟宝大一文走廊 一起发现原来警察真的不一样 港都新闻 李嘉隆罗绍军 这边发现原来警察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原来警察的一面